戰爭也愛吃精美的食品 他帶走好人 留下壞人 非常易世界 收集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郭志堅 我是智希 郭哥 你的星座講得雖然不錯 但是我不相信你連氣候都可以看 那可不一定 我來試試看 今天早上有點冷 然後氣候急轉直下晚上會有暴雨 然後整個降雨量大概有500公里 真的假的 你這樣 就知道氣候了 一點都不難 一點都不難 因為我今天早上開車的時候 有聽收音機的天氣預報 我還以為你是真的 你這個 澳大仔街街燈火 什麼 澳大仔街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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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怪我 只能怪你坐公車 公車就沒有收音機 要不然你用手機 你用手機問一下天氣就好了 我都會問 我都會說今天天氣如何 就好了對不對 要運用現代科技 所以我們今天是討論Siri 不是 我們今天是說 雖然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裡 但是有時候天氣 我剛剛不是講到天氣嗎 天氣 天氣搞不好會變成半路殺出來的 陳曉金 殺出來 因為古今中華歷史上 有很多的戰役是因為天氣 整個大翻轉結局 逆轉勝 是 像中華隊就是三連敗 就沒有辦法了 進轉輸 但是我們下次再來努力 我們大測大悟 對 大測大悟 徹底的檢討一下 所以今天要討論棒球 不是 今天要討論整個天氣的因素 好 我們來歡迎特別愛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瑪莉亞 嗨 第二位是藝術史教授邱鑫義教授 第三位歷史老師 曹若美老師 大家好 第四位飛碟專家 江煥榮博士 好 剛剛我們說到這個天氣 竟然能夠成為戰爭 優勝掠敗的一個 因素 瑪莉亞妳相信嗎 我相信 妳相信 拜託我是中文系 從小就是飽讀詩書 他現在這樣講 我一點都不敢反駁 你知道嗎 他來我們節目三次 都做功課 做得很仔細 你知道藝人他有來我們節目 講不超過三句話 對 妳是可以講30分鐘的人 對啊 妳太厲害了 沒辦法 因為那些藝人 妳來了曹老師都害怕 不會 怎麼會 怕妳講的歷史 他都講過 這怎麼辦 不會…所以我先講 然後我講完 如果對的老師補充 跳兩首看看 瑪莉亞這是會做人 對… 妳不能全講完 我不會 不是因為大家最有名的 就是常看那個三國演藝 對… 最有名的絕對就是赤壁之戰 赤壁之戰 對 孔明借東風 對 那時候大家都知道是 曹操他要南下去取荆州 所以他在那個長江上面 他就用了龐桶的 採用龐桶的建議 他把所有的戰船 都用鐵鏈綁在一起 那另外一頭就是孫權派的周瑜 然後還有劉備陣營的諸葛亮 對 那他們就想說 你船都綁在一起 那我就用火弓 火弓一定是最好取下的 結果沒想到那個時候 三國演藝有特別提出他的時間 是在11月20號 那以那個立法來算的話 那時候的算農曆 所以我們現在國力算12月中 到12月下旬 那時候吹的是西北風 對 所以其實曹操他是在長江的北岸 然後孫權 周瑜跟諸葛亮是在長江的南岸 那西北風吹過來 其實你用火弓反而會燒到自己 對 射不出去反而射回來 對 那個火嘛 因為風的關係 所以周瑜他就是 因此就很煩惱 那諸葛亮就跟他講 就說 我有辦法借到東風 東風東還兩台 對啊 東風碰起來就大事實 對不對 只差東風 我有辦法借到東風 但是你要幫我去蓋一個 一個清新 找一副麻將 不是 要蓋一個清新潭 你讓我在上面做法 我幫你借東風 結果後來果然 在11月20號的時候 西北風向一轉 就變催東南風 對 然後所以就幫助周瑜 他去攻打了曹操的陣營 但是那時候就是 其實這整個都是 我只能說孔明他太聰明了 因為他其實從頭到尾 他就是運用了 他對天氣的了解 為什麼 因為那個古人就有講說 那意思就是說 冬至過後氣候就會改變 那我剛剛講11月20幾 那我們推算 我們是不是12月20幾 就是冬至 所以他知道那一天只要一過了 西北風就會轉東南風 他知道他不講 他故意說你幫我設個壇 因為他知道周瑜會嫉妒 對 周瑜不會把他留下 因為周瑜攻打完曹操發現 孔明很厲害 他覺得這個人不能留 所以他馬上派兵去七星潭要抓孔明 就孔明已經跟劉備通風報信 已經回到下口了 然後他就說 我祝福你順利攻打 那我們下口再見這樣子 所以他當中就是 運用了他對天氣的了解 就一個立法24節起 冬至過後風向一變 整個政局就改變 妳看看 所以古時候的人對天后的了解 還不只喔 對天后的了解 搞不好還能夠測國運 國運也可以測 以前我們好幾集不是 看那天有意向 什麼 國之將亡 贏貨什麼的 贏貨什麼的 贏貨守心 對不對 好 有這樣的嗎 有 那曹老師 瑪莉亞 有小問 對不對 你被歷史老師這樣稱讚 我告訴你 不是我們稱讚而已 全是假的 全是假的 曹老師來聽 那是有小問 因為有小問是三國演藝的故事 剛才郭哥說的才對 這個天氣左右了整個戰爭的發展 在歷史上呢 很多的例子 我們就來舉一個殷勤不定的例子 也讓人心裡邊七上八下 我們看到這一章呢 是1944年6月6號 發生在巴黎西北部的諾曼迪登陸 這一段日子 這個天氣殷勤不定 所以當時的統帥艾森豪呢 心裡七上八下 因為對於好天氣是既期待 又怕受傷害 天氣太好 不錯 能見度很好 可是有利於德軍的偵察不好 天氣不好 沒有辦法登陸搶攤 所以你看 是不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結果運氣很好 6月4號 5號 天氣是飄下了陰雨綿綿 所以德軍沒有辦法偵察 到了6號要登陸進行的時候 晴空萬里 因此呢 英美盟軍他們搶攻下諾曼迪 130公里長的海岸線 所以你看 這個殷勤不定 保佑了諾曼迪登陸的成功 那麼殷勤之外 冷 熱也有關係對不對 因為呢 你看 天氣的冷跟熱 也左右著戰爭的局勢 比如說拿破崙當年在1812年 率領著60萬大軍徵討俄國 俄國派出來的對手 18萬 所以拿破崙穩超勝算 對嗎 可是呢 6月到了這個俄國 酷暑難當 太熱了 熱死了10萬人 而且呢 這個俄國採用兼蔽親野的方式 拿破崙的軍隊連水源都沒有 知識聽到一定覺得超噁心的 最後怎麼辦 喝尿 沒錯 喝馬尿 馬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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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尿都沒有了 因為脫水的現象 所以死傷了有10萬人以上 可是啊 到了7月 8月 9月開始 氣溫持續下降 降到了零下38度 所以又凍死了3 40萬 因此拿破崙這個戰神之名 從此再也遇震乏力 所以你看天氣的影響有多大 至於說剛才我為什麼說瑪莉亞 有小問 她講得津津樂道 是三國野義理的連環祭 什麼火燒戰船 前邊還要 還有這個旁崇獻祭 還有呢 有一個人叫做黃蓋 我們說 周瑜打黃蓋 一個願打 一個願哀 對 因為黃蓋呢 駕著船去乍降 靠近朝軍的時候 就開始放火 採用火攻對不對 對 可是啊 事實上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根據最新的歷史考古研究發現 講得很開心 好 首先我們來看 這個是根據三國野義 所製作出來 當時呢 赤壁之戰 這個是黃蓋 靠近朝營去放火的 這個乍降的船隻 對 這邊呢 就是赤壁之戰 剛才瑪利亞講的火燒戰船 而且曹操的船呢 為了避免它的這個顛波 暈船 因此船首尾相連 因此呢 這個孔明的東風這麼一吹 助長了火勢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火攻戰船 好 其實啊 第一個錯誤 在這個節骨眼 根本就沒有這種帆船 因為呢 有圍桿 可以掛上帆的帆船 要200多年以後 東進的時代才有 所以呢 發生在這個 西元208年的建安之戰 沒有帆船 這是第一個錯 第二個錯 就算是有剛才瑪利亞講的東風 風的力量不夠 長江的水流湍急 所以黃蓋架著這樣的小船 沒有辦法逆流而上 過去火攻曹操的戰船 所以這個一連串的連環記啊 根本就是三國演義的故事 真正的事實是 真的假的 因為曹操這次帶領的軍隊 也不像剛才瑪利亞講說 三國演義上說80萬大軍 其實曹操的軍隊只有15萬人 而且來到這個江南 跟劉沛呢 5 6萬人打了一個平手 倒是軍隊裡邊啊 大家水土不服 染上10億的人非常多 疫情嚴重 所以曹操覺得打仗沒什麼意思 染兵的人這麼多 乾脆呢火燒戰船消消毒 大家呢走吧 率眾北板統一北方也還不錯 所以其實火燒戰船的是曹操 也沒有孔明借東風 那麼事情隔了一千多年 到了西元1363的時候 朱元璋明太祖 這個時候他領兵呢 開始要爭奪天下 在這一年 倒是真正的火燒戰船 這個是歷史有記載的 就是朱元璋呢 他在江西的鄱陽湖 跟他的對手陳友諒 打了一場火燒戰船 最後陳友諒敗死 朱元璋奠定了他天下共主的地位 建立大明王朝 這個歷史老師講得是振振有詞 對不對 感覺好像應該用科學的驗證的方法 對 但是這個瑪莉亞的歷史故事 也讓我們聽得津津樂道對不對 剛才提到這個三國草船借鑑 農務扮演了很重要的這個元素 歷史上還有哪一個戰役曾經 因為這樣改變戰局 邱教授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三國演藝裡面 故事還是那句老話 其實我滿同意 知道曹老師剛剛講的 故事大家聽聽就算了這樣子的 因為這件事情別當真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如果真的 朱果亮真的要去借十萬支箭的話 我個人看法的話 他頂多只借到十萬支箭桿而已 那個是沒有箭頭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在那個年代的箭 其實長這個樣子 這就是大家從秦到漢的時候 所使用的弓箭的箭頭 就長這個樣子 各位看到了嗎 這是青銅製的箭頭 那它在使用的時候的話 它後面這個要接上一個桿子 可能用竹子的 或是用蘆蝟來做的一個桿子 當然現在只剩下這個青銅部分 還在而已 但是這個箭頭是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箭頭 它使用青銅來製造 那青銅箭頭在做的時候的話 它還使用高錫配比 高錫的配比 錫的含量非常的高 目的很簡單 我箭射出去以後 如果射到敵人的話 OK 沒問題 如果射到不是敵人的話 射到那個地上去 或是到什麼木頭上面去 石頭上面去的話 我跟你講 這個箭頭馬上碎裂 馬上碎掉 因為它很脆 它馬上會碎掉 它的目的很簡單 你不要以為古人都是笨蛋 我做一隻箭射給你 結果沒射到你 結果反射回來 不是呆子嗎 對不對 戰術的運用 這戰術的運用 我射十萬隻箭出去 結果射了九萬隻箭回來 那根本就資匪啊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想法很簡單 我箭出去以後 我箭就不要再回來了 所以他們做這種高席配比的箭頭 目的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真的 這個誰 如果要來個草船借鑒的話 告訴各位 他只借了一套石環跟桿子而已 都沒有投的 所以這個他回去 要做石環一個箭頭 給裝上去才行的 他可能是唐伯虎啦 沒槍頭也可以通死的 只有桿子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 農霧的這個記載 在歷史記載上 一個錯誤的記載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 在歷史上有沒有真的發生過 因為霧的這個出現 天后的改變 改變戰局的是有的 在過去的時代裡面 各位 如果說你去英國的話就知道 在英國倫敦有一個市中心 叫做特拉法加廣場 去完了你應該都知道 那這個像是一個商業區 那你去了那個特拉法加廣場以後 會看到特拉法加廣場 這個地方的中心 就是像個圓環一樣 除了這個地方 立了一個很高的一個雕像 在那個地方 他是誰呢 他是著名的英國將領 叫做這個叫Nelson 這位將軍的雕像 那一個特拉法加廣場 是為了紀念 這個Nelson將軍 打過了四場重要的海戰 而這四場重要的海戰當中 最重要的是一場發生在 西元1798年的時候 的一場戰役 在尼羅河庫達戰役 當時的情況是這個樣子 拿破崙帶著部隊從法國 他組織一個法國遠征軍 遠征埃及 他想要佔領埃及成為殖民地 可是當時的英國 不想讓法國佔埃及 因為如果法國佔到埃及有的話 整個地中海東邊 都會落入法國的控制範圍 英國自己認為是海權國家 我怎麼可以讓你這個 法國幹這種事情 所以法國遠征軍出發以後 英國的艦隊隨後跟蹤 就是由這個Nelson將軍帶領 當時的Nelson將軍帶領的那個艦隊 告訴各位 總共加起來 也不過才十艘 十三艘戰艦而已 跟在 拿破崙的部隊後面 可是他一直不敢動手 你知道為什麼嗎 趙勾當年到金兵的營中 當仁慈 結果九死一生 僥倖逃脫 剛好廟門口就有一匹馬 當然他就騎上馬就開始跑了 這個時候 這個跨下的馬 怎麼越騎越矮了 竟然 他不是真馬 他是一匹泥素的泥馬 草泥馬 草泥馬 因此呢 這個在歷史上有一段神話就叫 當時的Nelson將軍帶領的那個艦隊 告訴各位 總共加起來也不過才十艘 十三艘戰艦而已 跟在 拿破崙的部隊後面 可是他一直不敢動手 你知道為什麼嗎 也很簡單 兵力太少 兵力太少 他只有十三艘戰艦 我跟你講 拿破崙的船隊 總共有三十艘戰艦 四百多艘大掃船這樣子 所以當時的情況是 Nelson將軍帶著地中海艦隊十三艘 跟在拿破崙後面拼命繞 拼命繞 拼命像桌米長一樣 想辦法偷襲對方 可是搞到最後的話 還是沒有辦法必須要決戰 為什麼呢 因為拿破崙從埃及登陸了 他最後呢 這一個Nelson的艦隊 利用風式 從來接著風 為什麼呢 因為原本是西風 突然間改成東北風 而呢 這個時候呢 這一個Nelson的那個船 就開到上風去 那拿破崙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他說我船這麼多 即便你占風式也沒用對不對 你只有十三艘船 我老子可是有四百艘船 對不對 每一個人推一口彈都幫你淹死 所以他認為英國人絕對不敢打了 沒關係 讓他站 讓他站三包沒關係 他們就站到了這一個 這上風這個地方 十三艘船 結果呢 剛好Nelson將軍得到的一個線報 其實這個線報算是個氣象觀 氣象觀跟這個Nelson講說 這一個人 明天上午 因為前天的天氣晴朗 他們認為說明天上午日出的時候 海上會起濃霧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線索 所以Nelson就決定了 在隔天上午發起突起 藉由風勢 跟那個農務人 從通通發衝出來這樣子的 那個Nelson的艦隊打死都沒想到說 你只有十三艘船敢衝過來這樣子 結果呢 當場就開打這場戰爭 告訴各位 這場戰役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知道嗎 Nelson將軍的十三艘戰艦 全都沒有什麼大受傷 總共才死了兩百多人 而呢 那個Nelson的艦隊死了兩萬多人 成了將近二十艘船 大戰艦成二十艘這樣子的 各位看一下 這是英國海事博物館 他們掛在那個大廳的一張畫 他畫的是Nelson的將軍 把當時的這一個法國的旗艦 叫東方號當場給幹掉 這個旗艦他們一旦被幹掉以後 知道整個艦隊瓦解了 這種戰爭打的時候的話 其實也是滿這個慘烈的 為什麼呢 英國的艦隊 雖然占了這個風勢 農務的優勢 可是你要知道 那個是一個大帆船的時代 對方開砲 一旦擊中對方那個船的時候 你知道 當時最怕的不是被砲彈打中 是什麼知道嗎 砲打中船的時候 那個船呢 就那個船身會這樣 那個木屑滿天飛這樣子的 我告訴各位 你看這張畫 Nelson將軍的本人的畫像 有沒有覺得哪個地方怪怪的 手嗎 他一隻手好像軟軟的插在 衣服裡面這樣子的 你們再看他的眼睛 眼睛的地方 他的那個兩隻眼睛 已經看起來有點不太一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在這場戰役當中 一開打以後 沒有錯 英國的艦隊 雖然是佔了農務的優勢 跟風勢的優勢 衝進了法國艦隊群當中 隨便亂打這樣子的 但是雙方互相開砲 有的話 滿天都是木屑在分 都在飛這樣子的 而在那個當下據說 當場一個木屑知道嗎 就啪 消過來這樣子的 尼爾森將軍本人本來 站在他的那個 旗艦的那個鏡頭上面 當場就把他的左腿給削斷 左腿喔 就削斷了喔 尼爾森啪的倒下去 結果旁邊扶著他說 想要把他扶去那個船艙裡面 尼爾森說不要管我 站起來以後 結果又一隻腳撐著 結果繼續指揮艦隊這樣子的 再過一會兒啪的一下過來 這樣子的 就是一個砲彈過來 結果當場又把 那一個船艙給炸裂這樣子的 結果飛裂的那一個 那個什麼 那個木屑 噗滋的插進去了 他的眼睛再過一會兒又來了 你知道嗎 砲彈砲又過來這樣子的 他的右手又被削斷這樣子的 結果他在那場戰役當中 損失一隻腳 一隻手 一隻眼睛 當場變成避雕 對啊 所以其實即便借著那個什麼 那個風勢 其實農務 其實那場海戰還是很慘烈的 不過最後致勝的關鍵 還是因為英軍利用農務跟風 發動騎襲 所以在那一場海戰打完以後 告訴各位 日不落帝國的光榮 又再度被延續下來 從此以後 法國海軍全滅這樣子的 英國海軍成為整個的那個什麼 那個歐洲最強的海軍艦隊 你看看邱教授講的就是 利用農務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GPS定位 所以不曉得兵不厭詐 都想說你不會攻我 對不對 來個突襲 就好像當時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 是一樣的道理 一認為這個天后應該 情報也沒有洩漏 應該就可以進攻 所以說齊襲 再加上天后的幫助 可能就會成功扭轉戰局 是 江柏仁 剛才老師講的諾萬帝登陸 其實有一件事情很少你知道 大概郭董跟我有學 邁克阿瑟將軍 不是 不是 諾萬帝登陸其實二次大戰是 是占星學在打戰 占星學 因為郭董你學的是把妹占星學 所以不會學到 我學的是比較學識的占星學 我為什麼是把妹的占星學 因為你看不懂 我怎麼會看不懂 我搞不好會了解 江柏仁 你講講看 當時是德國的漢堡學派 跟英國的占星學派 除了用科技來看氣象之外 他也用占星氣象學來評估 這是事實真的 我們學占星學 有整套的二次大戰 跟占星有關的 所以剛才諾萬帝登陸 還要加上一個 用占星學來計算的當參考 怎麼說 占星學 對啊 來計算氣象學 專家給他的資料 跟排當日的命盤 指揮官的命盤 所以說就選到 麥克阿瑟將軍 沒有 不是 愛生好 愛生好 這是真的 剛才邱老師講的 這個龍武的 其實龍武的戰爭 最有名的 這四五千年前 皇帝跟赤友大戰 那個是豐乙跟霧 全部都交叉在一起 皇帝跟赤友打仗 打仗 一開始的時候 皇帝叫應龍 就做一個水 就除水的 等於除水的陣地 結果赤友就叫豐乙神 就大風大雨把他吹垮 吹垮以後皇帝就不甘心 就攻破他水陣 就叫了一個女神吃大太陽 又把赤友攻破 後來赤友是一個霧神 粗大太陽 不是吃大太陽 粗大太陽 這個我們要記得 粗 粗大太陽 粗大太陽 什麼粗 我是說把太陽吃掉 我們有字幕 有字幕 我怕字幕也聽成吃大太陽 結果赤友是一個霧神 就起大霧 起大霧 皇帝都幾乎要輸掉了 不得已嘛 就E-mail到北京給當時的夫妻室 他就教他 沒有 我講的 就教他坐紫蘭車 當時的胡錫之在北京 就打大哥到他的外星球去 就指導他坐一個紫蘭車 這都不是我臉書而已 你剛才臉書而已 沒有 我要講的就是說 剛才講的那一些 那些靠著自然界的風以霧 來扭轉戰爭的 我個人認為說是 幕後的那個人 絕對不是氣象學家 其實是跟外星人有關的 像恐龍 恐嬰 對不對 這是要講外星人來攪局 研究外星人 賣瓜就一定要收瓜田 不然我賣瓜 我賣瓜 我賣瓜 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認了那些神話的人物 都是要發一個問號 為什麼恐嬰會那麼精通氣象 他當時也沒有 沒有所有的儀器設備 對不對 他會那麼準 準到那樣子的話是 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我認為是說 他一定有另外一個基因 是來自於外星球什麼樣 所以他才會騎走 明代集中兵力 想要把這個李志成給做掉 那個李志成的部隊根本打不過 結果人沒想到到第三天的時候 下了大雨 這個大雨據說連日不止 是下的糟糕了 在一天之內 明代的精銳部隊死了4萬多人 據說到最後是那個 那個屍體 激到那個河知道嗎 聽懂那意思嗎 太多了 我也不相信 皇帝自由都是神化人物 神 神化就是神在講故事 因為神的能力人手不能擠 你認為他是亂講一通 站在他們的立場 我做真的 我是高科技的戰爭 對不對 所以悟 這個皇帝跟自由打戰 跟這個起悟是相當有名的 他是悟神 讓皇帝差點輸掉 還好有大哥大概有E-mail去 去坐一個子彈車 後來才逆轉勝 這是河明神的故事 江博士 你講你的你不要笑 你笑出來海軍都想要笑 對不對 你講 這個言之 我這樣講下去 對啊 我是代替你們笑的 所以說這個江博士是認為說 以前的戰爭可能有外星的生物幫忙 才會在自由跟皇帝大戰 對不對 所以你的自然界的那些豐豐意義 霧還有等一下要談的 很多不可能說是人為的因事 或是自然的因事 會那麼撤僑 幾乎不可能 那我們就講到這個霧 或者天候 天氣 會影響整個戰局 就像這個曹老師剛剛有講過 如果起霧 下雨天 最不想這個起義作戰 所以任何的光 雲 霧 雨 它要不多也不少 來得恰恰好 對不對 所以剛才江博士就說到 孔明有那麼聰明嗎 沒有 所以我看瑪莉亞應該是 把孔明當作偶像對不對 有一個小說 三波演藝 對 三波演藝裡面 有三角 孔明是智爵 那關羽是異角 還有一個尖角 尖詐的尖就曹操 所以這個魯迅說 孔明被後人形容的多字近乎妖 我就來說一個 他沒算準的例子 對 他其實沒有那麼神 沒有那麼神 對 所以在西元234年 這個時候曹操已經死了 是曹魏的大將司馬懿當家 那麼孔明呢 就設計了葫蘆谷這個戰場 埋伏了一些伏兵 圈套 這個葫蘆谷的位置呢 大概在秦嶺附近 那麼這個司馬懿呢 果然是智慧 不如孔明 所以呢 就帶著曹魏大軍 真的一步一步就進了圈套 那麼進了圈套以後呢 葫蘆谷四周呢 孔明都包圍了 所以曹魏大軍前無出口 後無退路 這個時候孔明採用火攻 所以啊 司馬懿啊 必死無疑 因此呢 司馬懿啊 不止三人 司馬師 司馬昭 他們抱頭痛哭啊 完蛋了 天要亡我 結果就在這個節骨眼 突然之間崩雲變色 降下滂沱大雨 澆熄了火窯 所以呢 司馬懿哈哈大笑 得救了孔明仰天常探 老天爺不幫助我屬漢 你看沒有算準嘛 所以孔明在當年病逝在武藏人 可以說是寒恨而終啊 所以你看 這個下雨要來的正式時候 這個是歷史上有記載的 那麼另外呢 我們再看一個比較近乎 神話的傳說 也是下雨 在西元1126年呢 宋親中靖康元年 後來的這個南宋的建國者高宗 他當時叫康王趙垢 趙垢啊 當年啊 到這個敵國金兵的營中當仁職 結果啊 九死一生啊 僥倖逃脫 逃脫以後呢 這一晚啊 他夜宿在河北慈州的一個小廟裡 突然之間晚上啊 雷電交加把他給驚醒了 他醒了以後啊 忽然間感覺剛才的夢境中 有神仙告訴他 金人要追來了 所以他立刻啊 奪門而出 剛好廟門口呢 就有一匹馬 當然他就騎上馬就開始跑了 就一路跑一路跑 果然金兵在後面追擊 但是跑著跑著雷電交加 還沒有降下大雨喔 直到這個趙垢呢 跑進了宋朝的國境 安全脫身了 這個時候降下了滂沱大雨 可是奇怪了 這個跨下的馬 怎麼越騎越矮了 原來這匹馬已經開始慢慢的化了 因為遇到了雨水嘛 竟然 他不是真馬 他是一匹泥樹的泥馬 所以趙垢就是靠著這匹泥馬 保全了性命 草泥馬 泥座的馬 我們朝泥馬那邊去降 我們朝泥馬那邊去降 對 泥馬 泥座的馬 因此呢 這個在歷史上 有一段神話就叫 那麼這個大雨來的正是時候 反正他已經安全脫身了 那麼再加上這個大雨呢 阻礙了金人對趙垢的追趕 所以金人也只好妄語心探 任由這個康王照購揚長而去 那這個邱教授你還有 有啊 當然有啊 剛剛我聽了那個 江老師剛剛講的那個 霧神的故事 霧神 那我要講個火形的故事好了 蒼蠅 沒有 火形 雨神 火形 那個夜講雨嘛對不對 講下雨 那個下雨的火形 這個怎麼樣幫助呢 這個戰役的扭轉這樣 真的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而且還是很關鍵性的戰役 事情是發生在 七元1642年的 這一個十月份的時候 那七元1642年十月份的時候 當時是明代晚期 崇禎皇帝的時代 其實各位應該知道 明代後來滅亡了對不對 後來崇禎皇帝自殺 可是問題是自殺 不是一定要兵敗如山倒 這個國家都沒得救過 他只好自殺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他的兵怎麼倒呢 我告訴各位 就輸他一場雨 就輸他一場雨 一場雨 就一場雨而已 這事情怎麼回事呢 事實上這個在之前的話 其實這個當時 你知道中國已經有流扣了 什麼高英祥 李志誠 張憲宗 到處這邊流竄整個中國 對不對 這一個當時 明代集中兵力 想要把這個李志誠給做掉 那當時呢 這一個集中兵力的那個將領 叫做孫傳廷 孫傳廷當時 這個把當時全國的這一個 幾乎是可用資源 這個最好的士兵 最好的這個後勤補給 所有東西 全部集中到銅關這個地方 銅關 那為什麼叫銅關呢 是因為關中地區大部分 都屬於這一個 李志誠佔領的 如果說你有辦法從銅關出兵 把李志誠給趕走的話 那麼的話 或許的話 當時還有得救這樣子的 所以當時人 這一個你知道 崇禎皇帝對這個孫傳廷 有多好知道嗎 他人號稱都師 都師 什麼叫都師 他是總督 也是人號降臨這樣子的 他人號當時是陝西總督 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還是上邦寶劍一把 他人號給他所有資源 讓他在同關這個地方 用最好的兵力 組織最好的部隊 想去對抗當時的李志誠 我跟妳講 如果說當時沒有遇上那場大雨的話 我跟妳講 這一個整個歷史會改寫的 那為什麼說 後來孫傳廷還是輸了呢 我告訴各位 他人號從五月練兵練到十月 他一開始的時候非常謹慎 他一開始的時候 我這樣貿然出去打可能會輸掉 我一定要訓練好 我的部隊整理好這樣子的 到了十月 同關出兵 結果沒想到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下了三天暴雨 因為在一開始的時候 打這個仗的時候 一開始同關出兵 你知道明代的旗幟壯盛 當時的明代部隊用的是火器 用的是大砲 用的是槍這種東西 結果很好 這個李志誠的部隊根本打不過 結果沒想到到第三天的時候 下了大雨 結果大雨就是說 連日不及 最下的糟糕了 闖亡 一想到闖亡 大家一定想到李志誠 一想到李志誠 就想到歷史上有闖亡有三人 一想到闖亡有三人 分別是高銀翔 李志誠 李來亨 其中 其中高銀翔是第一個之稱闖亡的人 的人 李志誠是明朝末年的領袖 鼎盛時期的李志誠 大概有100萬人的軍隊 管轄地區也有數千里 還攻克了明朝的皇宮 但併拜後的李志誠卻不知去向 你數來訪念得很好 我念得很辛苦 果然是郭哥 但是念得還夠清楚 到第三天的時候 下了大雨 這個大雨就是說連日不止 是下得糟糕了 為什麼呢 壞就壞在 明代的部隊準備的實在太好了 知道吧 有大炮 有之中 知道一下雨之後的話糟糕 為什麼呢 地上全部是泥泥這樣子 那個大炮拖不動 那個準備太好了 那些物資全部的也拉不動這樣 後來導致那個後勤車輛 也送不到這樣子的 你知道打仗需要吃飯的 所以阿兵哥沒有飯吃 只能到當地一個柿子園 柿子園10月的時候 柿子還沒成熟 就摘了那個輕柿子來吃這樣子的 大家吃的全都拉肚子 對不對 就一邊拉 一邊拉車一邊拉 要吃雞子白才能夠解毒 這個雨可不是下那種貓貓雨 不是喔 是輕盆大雨 好像我們颱風天的情況 能見度可能三公尺都不夠 火藥也濕了 你要點一點 點不起來 因為我是槍 那幹嘛 那個槍也那個也 也涉過了 直彈出來 明代的時候火氣灌天下 可是就輸在那一場大雨裡面 就說任何李次成的部隊 反殺回來以後 明軍被追殺四百 一日夜被追殺四百里 沿路一直逃 一直逃…這樣子的 在一天之內 明代的精銳部隊 死了四萬多人 還不算這個逃走的人 一天之內喔 據當時記者來講說 沿路積屍遍野這樣子的 當地有條小河 據說到最後是那個屍體 激到那個河知道嗎 河水不流 懂那意思嗎 太多了 後來統冠之役結束以後 當地的民眾傳說講說 當地的莊架都種不起來 種不起來 為什麼呢 絕土下去以後的話 那個土裡面全都是這樣 連莊架都種不起來這樣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那一場著名的 統冠之役 而且那場戰役還有特別的名稱 因為明代大敗仗戰爭 後來被命名叫做 因為在柿子園裡面吃柿子 知道嗎 當然喔 這一個後來順傳廷 這個倒來敗仗以後的話 覺得回去同關 後來自殺一切國家這樣子的 這個下雨影響這麼大 當然啦 因為用到這個現代的機械 這個下雨可能就是 熄火機械也故障 這沒有辦法打贏 這也是有它的原因 那江國師 那你剛剛有講那個 次遊皇帝大戰 像我們在講到這個 天后的影響 雨 霧等等 你應該是不相信的 你應該是覺得 是有外星人參加卡 我先這樣講好了 我這本有一本 1960年代歡迎的書 聖經中所有的神蹟 所有的基督教的高層 都說神蹟不用解釋 神蹟就是神蹟 佛教不談神通 可是我這個人就覺得 神蹟一定要解釋 你看嘛 從以色列建格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奇怪 按照聖經所講的 二次他以後他建國 然後所有的 所有的糾紛 戰爭都在中東 那非常的奇怪 我先講一個 聖經裡面的這個 相當有名的 摩西渡過紅航 對 我們一段方法跟 跟這個是戰爭 埃及後面在追 摩西領下去逃 聖經講說東風 它也是風 把這個河水就分開了 要多大的風力 所以才有辦法把它分開 又把河底整個都弄乾 才能夠走過去 你說這氣象 我都相信 可是這個氣象是水弄的 高科技的人 用超高強科技 不然怎麼可以辦得到 所以我一直相信說 這些神蹟就是 跟外星人是有絕對的關係 然後再來講 1973年10月對不對 埃及就聯絡敘利亞 分好幾度要攻以色列 奇蹟又發生 你要講神蹟嗎 當時 當時埃及 攻到西奈山 兵分山路坦克車 當時沙漠隊很熱 大家都知道他們的習慣很熱 可是那一天 特別熱 熱到怎麼樣 沒有辦法瞄準 看不清楚前方 這是埃及的軍隊 整個像柏油路面 海市聖樓那樣 他根本忙 忙忙忙都看不清楚前方 然後以色列的軍隊是 趁著陰影 他看得到 就打拔整個埃及都打垮 這是一個 伊阿戰爭非常有名的奇蹟 我把它稱之為也是神蹟之一 那你根本很難想像 為什麼會這樣子 所以我還是相信剛才 兩位老師講的那麼多故事 都跟氣象有關 可是我覺得這件 氣象水龍的 你們這背後有一個推手嗎 對啊 我也想問 江博士一個問題 我要問 請問 因為既然是外星博士 我不是說 我是生物化學生物化 講到的是西洋 我們回歸到中國 比如說這個 秦始皇修萬里長城 我們都知道 它是一個軍事國防的陣線 可是其實它也有 氣象的道理在其中 因為這個長城的路徑 它剛好劃分 就是長城以內 是年雨量380公里以上的 叫做季風氣候區 比較適合農業 那麼長城以外呢 就是小於年雨量 小於380公里的 這個是乾燥氣候區 就給匈奴人啊 那些有個外族去放牧 那個時代在西元前 距離現在兩 三千年 那怎麼樣去探勘這個年雨量 難道有衛星雲圖嗎 江博士你覺得 曹老師你認為 今天我們的氣象區 就時常易暴不準 對不對 降雨量時常都差很多 當時會那麼準確 而且連雨量 平均雨量 都整個一千二千 都劃分得很清楚 所以說秦爽曾經見過外星人 那個十一季裡面 十一季裡面 對不對 邱老師很清楚十一季裡面 他是外星人 用一個陷阱讓江博士這樣一個 到底什麼原因呢 沒有 我講幕後一定有高人指引 像剛才講的孔明 孔明那時候為什麼出錯 那一次為什麼出錯 因為當時他沒有神復聯 跟當地一樣 Email不準 Email Email錯誤剛好傳訊沒有傳好 他沒有接到訊息 江博士的這個論點就是說 在天后 這個我們不能夠控制天后的情況之下 有更高的這個高人 在影響這個天氣 對 像剛才我講的這個 埃及跟以色列的戰爭 到今天氣象區 都還搞不清楚 都把它認了是一個問號 說一直認的時候是 上帝還在幫助以色列 到今天還在這樣認而已 這真的是在幫助以色列 那就一切的韓國 台灣 都被打輸了 你們都不曉得對不對 我們在氣成這樣 以色列哪 什麼時候在打棒球 所以說他們已經放寬了 我不氣 他沒有得冠軍 我不氣 他們八強就已經出去 其實我知道是誰指點的 誰 邱大師你知道誰指點 那個江老師剛剛講了半天 背後有高人指點 可是我很清楚知道誰指點 誰指點 哪一個人叫做天官 什麼叫天官 就是望天象 觀地氣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哪個地方有地震 哪個地方有颱風 他可能做一些預測的 有個跡象 他把這個東西匯報 給這個當時的這個皇帝 或是那個什麼 那個作為參考之用 所以其實從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其實我們就有所謂天官的出現 天官是死官的一種 其實如果說 背後有高人指點的話 我跟你講那個天官大概就是要辦第一名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哪個要打仗的話 天官要告訴那個將領 說這個領養可能季後會怎麼樣 他必須做點這個氣象預測之類的 或許這跟背後那個指點有點關係 好像天官這個預測不准 然後腦袋要搬家 會 腦袋要搬家 預測不准的話 對 在歷史上是這樣 所以他們沒有那種足夠的訊息 E-mail得到高人指點的話 可能不可能 中國旅行記載那些 這個跟那個什麼 這個天下 預測天下 或孔平這種人物的話 對 其實他們基本上都跟天官有點關係 所以這個邱教授講的天官 就是現在我們的中央氣象報告員 對啦 難怪最近常常有人辭職 在古代的話不是直直了事 你看出來 那個預測不准或是出問題的話 那時候出人命的 但是也為了他們 他們為了避免出人命 所以其實他們天官在做預測的時候 經常講的奴隸兩可這樣子 為什麼呢 這個叫做負債母先王 知道吧 都對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這就是所謂 這個話術上的一點小轉變 所以歷史上真的因為 這個天官的這些問題 導致說掉腦袋的事情 其實有發生過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掉腦袋 為什麼呢 那這樣子才要幹天官呢 對 那個就是隨時捧著腦袋 吃飯這樣子的 這個太危險了 難怪現在有那種名詞叫做 勤食多元 又偶在 反正三個現象都有 你不能說我勤食多元 但偶不下你 我沒有說錯 我實際上在講 20%的降以率 40%的降以率 我是多少 百分之多少我才要帶衣裳 對啊 我實際上在講 剩下那60% 所以還是要看天 要看天 對 瑪莉亞還有什麼看天打戰的 我剛剛是聽到那個江博士講 以阿戰爭 以阿戰爭發生了四次 剛剛江博士講的那個是 最後一次贖罪日 那時候其實是埃及約了敘利亞 一起要去進攻以色列 埃及是從北方的西納埃半島 然後最後就是輸在 他們坦克車對打的時候 陽光太強 他沒有辦法看到 所以埃及被以色列打趴 然後其實南方是 不是 埃及是從南方 敘利亞是從北方 然後那時候敘利亞他從北方 其實他已經層層突破到了 耶路撒冷的門口 然後他們那天是贖罪日 贖罪日的時候 以色列人都在哭牆那邊在送金 他們就是要打他一個措手不擠 可是已經輸成這樣 他們全部的人繼續送金 然後敘利亞的車隊就來… 結果差了大概五英里的距離 他們的車隊停下來 為什麼停 因為後面的補給車跟不上坦克車 就停在那裡喔 就停在那裡的那一段 那個幾個小時之內 埃及的那個幽靈戰機 就從約旦河這樣飛過來支援 然後用那種膠質的汽油彈 就把敘利亞的車隊打趴 就整個逆轉勝 就莫名其妙 你怎麼可能已經要去打仗了 你還補給車 還沒到 跟不上坦克車 剛才講得很神奇 我還有一個更神奇 還有證據 這個是紐約時報登過的 這是伊拉克的油田上面出現推碟 這是1990年 不是波蘇蘭戰爭 美國大老人要打伊拉克 老布希的時候 對 波蘇蘭戰爭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國戰優勢 美國軍隊裝備都很好 結果打進去的時候 伊拉克的油田出現飛碟 結果來了什麼 非常大的沙塵暴 本來沙漫也有沙塵暴 我們都知道 可是那一天這超大 特別大 讓美軍節節敗退 這個故事 有的時候還把這燈出來 因為後來發現說 伊拉克油田有大量的飛碟 所以我覺得是 還是有外力介日 這有所本 這比較神奇 天官還是有外力介日 天官的背後 對 背後 還是有外力介日 一定有高人 而且有所本 江博士 這個我們今天大家講的 又天后又什麼迷霧 又什麼外星人參戰 但是我們要知道 只要談到有霧 我們就覺得 就很神奇了對不對 很神奇的霧消失 對 然後火車過去 也突然就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說霧 在我們探討這個 歷史故事裡面 佔著非常重要的因素 大家也是物理看花 我們這朵花要怎麼長 怎麼長得多好看 我們會慢慢的 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請大家拭目以待 記得禮拜一到禮拜五 晚上11點 準時收看我們 非常易事件 謝謝 拜拜 拜拜